众所周知,新世纪福音战史作为一代神作,剧中每个人物的刻画都让人印象深刻,算是你确定你真的了解他们吗? 今天阿三就以人物制的方式来帮大家深度了解一下,定真似的父亲定元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作为主角定真似的父亲,大家对定元堂的评价总是褒贬不一。 首先,我们以TV和旧剧场版中的剧情,来了解一下定元堂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,本来的司令,原名是六分宜元堂,他在大学时期与定为相识并相恋。 毕业后,司令化身成龙快婿与其结婚,于是他便改姓为定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日本民法典的规定下,结婚后的夫妻二人一定要同姓,但日本作为男权至上的国家。 司令又怎么会随定为姓定呢? 原来是因为,定为所在的家族本身便是名门望族,加上他贼类成员的身份,司令打一开始便是怀着各种目的接近定为的。 注意,这时的定元堂属于弱势方,在两人的相处下,定为的性格越发让其着迷。 司令不可避免地爱上了这个女人,也正因此,在定为融入初号机后,失去妻子的定元堂设底疯狂。 在得知人类补完计划后,他的目标从此变成了复活妻子。 可司令这个人物为何会让大家讨厌呢? 这是因为,他总是会做出非常招人恨的事情,例如在TV第一集中,定元堂与定真寺的对话。 当其见到许久未见的儿子,他居然对定真寺说, 又或者是司令四处流行的海王设定,他与赤木绿子,甚至和其母亲赤木侄子都有着混乱的关系, 加上司令和林波利之间的复杂感情,定元堂明明心里一心想着复活定为, 但却总是和其他女人形苟且知识,这明显是不符合大家的三观的。 在剧中,司令一直表现得沉着冷静,仿佛不带一丝人类的情感,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作为定真寺的父亲,他真的对自己的儿子毫无感情吗? 显然并不是,在最后的片段中,定元堂被初号机握在手里, 这时他发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,并说出了, 但是大家并没有选择原谅他,毕竟旧剧场版中的司令最大于善, 仍总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,最终初号机吞噬了司令, 如果说在旧版中定真寺是安野秀明以自我为原型设计的话, 那么在新剧场版中,定元堂就是痞子当时的缩影, 在新剧场版中,司令的设定与之前大不相同, 年轻时的他,一改旧剧场版中流氓的形象, 新剧场版也对其身世有了一定的描述, 他小时候便是一个极度涉恐的人, 定元堂不愿与其他人有过多的羁绊, 但是定围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, 他就像是其黑暗人生中的一盏明灯, 所以当定围死后,失去光明的定元堂才会如此风华,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版本的司令本身的名字便是定元堂, 而定围却变成了林波维, 两人结婚后也变成了林波维,随定元堂姓, 关系从男弱女强转化为了男强女不行, 这也不难解释啊, 从剧中的重重细节可以看出, 新剧场版中的司令虽然涉恐, 但他爱读书,会弹琴, 妥妥的一个知识分子, 不但如此啊, 他当上司令的原因也从戒期上位, 转变为了凭借自身的才华, 而上面说过, 在新剧场版中定元堂是痞子的缩影, 这又是为什么呢, 原因也很简单, 在现实里, 每当安野秀明遇到压力时, 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逃避, 在制作新剧场版时, 因为不知道怎么设计才好的他, 居然直接开溜, 等到自己心情变好以后, 痞子再跑回来继续创作, 他就如同新剧场版中的定元堂一样, 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定真寺, 便直接将其寄属在别人家里, 运用自己的想法不断催眠自己, 总认为这种做法便是对熬子最大的负责, 也将其看作对自己最大的救赎,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逃避的事实, 在新剧场版中, 定真寺便指出父亲一直在逃避, 即使他用自己冷漠的外壳也无法将其掩盖, 在两人的一番交代后, 定元堂再次说出了那句, 虽然都是对定真寺的道歉, 但是旧版中定元堂临死前, 还对熬子说出了一句抱歉, 总让大家觉得毫无诚意, 好新剧场版中司令有了绅士的介绍, 加上对他更多的人物刻画, 这句道歉反而让大家轻易接受了, 很多粉丝也认为司令被彻底洗白了, 回到剧情, 道歉后的司令发现, 原来当自己不再逃避的时候, 定位便会出现在自己身边, 这时他走出了真寺的心灵列车和定位团聚, 在剧场版中的结局中, 以第十三号机与初号机的形态, 代替真寺拿起盖乌斯之枪, 他们代替儿子牺牲自己开启了新世界, 看到这阿三却想说, 即使坏人干了再多的坏事, 只要他做了一件好事便很容易让自己洗白, 但好人总是因为不让人做了一件坏事, 而被大家当作恶人, 经就两百人定元堂, 人生差距十分巨大, 如果你只看过老板, 那你一定相当讨厌司令, 可如果你只看过新剧场版, 那么你对定位团这个人, 可能不会特别反感, 但是如果你将自己带入Eva的世界中, 那么你肯定会对着司令当场骂街, 毕竟司令牺牲全人类, 只为救自己妻子的桥段, 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接受吧, 大家只会想, 我每天吃饭打电动, 啥事也没干, 你救老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, 但是如果你站着他的角度, 却会觉得我即便牺牲全人类, 也只为了再看你一眼, 看到这, 大家不由的直呼, 纯爱战神, 经词, 司令这个人物才会让人又爱又恨, 可安野秀明作业能创造出Eva这部神作的导演, 又怎么会让电源堂语这么大众化的反派洗白作为结尾呢, 这就不得不提到剧中的一个关键词, 赎罪, 安野与Eva之间的关系, 就如同电源堂语竞争丝一样, 痞子在重启Eva的制作后一直在逃避, 无论是在加入新角色珍惜波时的部务院参与, 还是从他在制作时不断推翻新剧场版的设定中, 都不难看出, 其实在他心中Eva早就完结了, 痞子并不想打破自己心中的那个福音战士, 就如同电源堂一样, 他一直想要逃避定真寺, 但在看到儿子的成长后,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向定真寺赎罪, 就像痞子本来并不打算过多参与新剧场版的制作, 可当他看到粉丝们对新剧场版的反响后, 暗眼秀民又打算借助定源堂的补完计划, 从而完成自己对Eva的完美谢幕, 最后阿三想借用定真寺在剧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,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, 你们对司令还有什么别的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剧中留言, 我是阿三, 咱们下期再见,